9月24日,是中国人的传统佳节,中秋节,不过,九秋天后潘晓婷在微博中,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。 那位送我火锅的男同学,你放学别走。 这是吗意思? 这位男同学送火锅,送出事了。 是要被美丽的潘老师放学留下谈话吗? 其实非也。 这只是一个加了引号的火锅,原来,在文字下的图片中,就做了交代,只见图中,潘晓婷与一个背对着他的二米多的大个子男人,正在球场上打篮球,可潘晓婷的传球,却被这个超级大个子给盖了帽。 不过,只要是篮球迷,估计从这个大个子的背影中,就能隐约看出,他正是中国南篮现役主力,意见连。 这大过节的,你阿联这么高大的个子,还是专业篮球运动员,竟让我们的美丽酒球天后去吃火锅,简直没有一点怜香喜遇之心了吧。 无怪乎,记得我们的撞球女神,要在微博中发话称,同学,放学你别走了。 而阿联也很快在微博中有了回应,嗯。虽不是本行,但我也不遑多让,对面的,准备接招了。 阿联还晒出照片中,图中,阿联正在瞄准球桌上的撞球,而对面则有一位神秘女生的背影。 显然,对应二人的微博,此位美女,正是酒球天后潘晓婷了。 我们不妨看下此条微博后,万能和幽默的网民们,是如何调侃的吧。 一,Ravi,李,姐,叫姚明,叫姚明干他。 二,罗三爷,小婷,需不需要我把四十九米的大砍刀带来。 三,Christian巨石,我替你报仇,我要隔扣阿联。 四,Sytheon,婷姐,送他各一干青苔阿。 五,进炼狱,他不可能放学了,放心。 六,乌一盼然,去重庆吃火锅吗? 七,秋明山下秋处击,放学别走,我们去撞球俱乐部,我教你做人。 八,Amigo啊,怎么? 放学不走你还想再吃一个。 更有意思的是,还有一些两耳不闻窗外式的网友,竟想在这中秋节,来个乱点鸳鸯谱了。 风有Eugene底线孙产,这是恋爱的节奏吗? 网友追过你的风回复说,我阿联和嫂子是不是真的太低调了,孩子都凉了,还能被你们误会。 Eugene底线孙很咎的回复说,怪我不关注篮球。 不过,这倒引出了不少体育迷,又一次对潘晓婷终身大事的关心来了,今年都快36岁了,这要名气有名气,要钱也不差,且长得跟神仙姐姐似的潘晓婷,咋还没有找到爱情归宿呢? 其实,九球天后也公布过她找对象的条件。 原来,潘晓婷上过一档电视节目,冠军的星,在其中她谈到了择偶条件时说,颜值要高,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颜值控。 看来,这一条将长得歪瓜裂早如我者,都没有想投了。 在2016年时,34岁的潘晓婷,也把颜值标准稍微降了降,我以前真的是颜控,现在就没那么颜控了,但并不代表我降低了标准,还有就是善良、可靠、老实、顾佳。 最后,九球天后给出她的择偶条件位。 其一,非运动员,其二,得喜欢主动,其三颜值得高,其四,善良、可靠、老实、顾佳。 不知看了这一谈对象的条件,是不是无数男人要吓得望而却步了。 就像盖了人家九球天后火锅的一键帘,听到这一句同学,放学你别走一样,要吓得溜直呼野了吧。